什么 小鱼没进宫 让人牵走了 那人呢 你去问呢 我问谁家 那帮劫走他的反贼啊 你呀 压根就没按什么好心 想让那伙反贼砍了我的脑袋是不是 不是 那些反贼正等着县令大人 砍他们的脑袋呢 你是说 他们被官府抓了 少爷 各位大人 本县已接到皇帝诏令 又争吊五百名吕左男丁 三月之内赶往渝阳戍边 勿起当斩呢 你们看看 怎么办呢 这不是一件事 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上哪去争吊 这么多男丁啊 本县可谓十时九空啊 你说是五百名 连五十名也难以争到啊 羽阳距此数千里 路远难行 三月之期如何能到啊 是啊 是啊 怎么 都不想要脑袋了 本县告诉你们 误了朝廷的期限 争不上来 朝廷就要砍本县的脑袋 到时候 本县先砍了你们的脑袋 这这这老人 当然了 你们也可以去看里长 庭长的脑袋 反正这脑袋 是踢在自己的手里 要不要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啊 这大大大人 没听见吗 真的不想要脑袋了 啊 快快快快快 快走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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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少爷 贾少爷 问到小玉的下落了吗 我正烦着呢 哎哎 少爷 怎么 他们不招吗 招 招什么招 这帮贱骨头 打死都不说 官府为什么不杀了他们呢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我问谁要人去 少爷说的是 但县令大人会听你的吗 还有那县卫大人 他们现在 正忙着保自己的脑袋呢 还有功夫去砍别人脑袋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看看啊 大叔 庶民真够了吗 看看工事啊 我这不是正着急呢吗 你看这些年 又是修离山 又是筑长城 还建厄旁宫 这些人死的死 逃的逃 实是九空啊 还剩下一些 老弱病残 上哪儿去争啊 哎 我们这些微末小利 就不说 就连县卫大人 整天出去带着官兵 撵得鸡肥狗跳 结果 他还是争不到几个人 哎 大叔 我有一个主意 可以保住诸位 大人的脑袋 不过到了县衙 你得跟我稍作配合 只要能保住脑袋 做什么都行 太县 你有何主意啊 小人请问大人 鱼羊术族 现在争了多少 三百来人 还能争多少 也就是说 再争不到了是吗 再请教大人 如今城牢里 关着多少人 一个月 要耗尽多少粮草 好主意 好 王县卫 牢里 关着多少人呢 大人 韩心是想开脱 那些罪求 大人 万万不可上当啊 请教县卫大人 是县令和诸位大人的脑袋重要 还是那些罪求的脑袋重要啊 连知有理 王县卫 如实回答本县的话 回答人 一共一百七十三人 那还差几个人呢 大人 王县卫 王县卫前几天 不是拿了几个反贼吗 不如一起算下 于景臣 那些反贼都是死罪 岂能放人 王县卫 这数族戍边 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 他们报死不招 一刀砍了是个死 发配到余阳戍边 也是个死 倒不如把他们弄来凑个整数 也好为各位大人 解解忧愁啊 再说 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吗 是啊 与其杀之不如放之 还能招视县令大人 仁善之心 再者 朝廷已经有过潜力 将死囚发配戍边 仿不算为止 王县卫 把他们几个也都算上吧 大人 他们可还没招呢 招得了吗 你就别费那个劲了 还是眼前的事情要紧 你即刻就把他们放了 连同一百七十三名罪囚 与那些招来的庶民 合并一处 再从你手下 挑选两名都尉 负责押送 即日启程 赶赴余阳 不得有误 诺 大人 以小力之鉴 此事还得县卫大人亲自押运 方可确保无误 这是为什么呀 医者 路途遥远 时间紧急 眼前正风取迹 迷路难行 庶民又属于管束 故意拖延时间 倘若中途逃散 那 岂不是误了大事 二者 这些罪犯十分强悍 如果没有一位 武艺高强的人 施以震慑 如果聚众闹事 甚至杀了两名官兵 那可如何是好 这可是有先例的 王县卫 你都听见了 余景臣 你是何居心 谢卫大人息怒 小丽 只是说这个道理 谢卫大人要是不愿意去 小丽 怎敢强求 王贵 你敢抗命 大人 我走了 谁来输回陷阱 那忠一妹 难免不会回来 这倒也是 这倒也是 这一你之间 应该如何是好 大人 既然主意是韩信出的 何不就任他为囤长 与两名都尉 一起押送前往 大人 这不是明摆着掉脑袋吗 还望大人 念小的 为母亲扶桑三月未满 饶过小的吧 韩信 你通贼一事 承县令大人开恩 饶了你的死罪 立当报效县令大人 何得推诿 大人 小明 威不能服众 力不足摄人 于是何补 还请大人 亲自出马才是 也是啊 这环音场里 都骂他是跨夫 他何能服众啊 大人 这正是属下 推荐他的理由 一者 人人都知道 他是个胆小鬼 也算民生在外 不会为难于他 二者 我手下两名都尉 只要控制住他 那些罪求 也不敢轻举妄动 哦 有理 言之有理 韩信 本县任命你为囤长 带领数族前往渝阳 不得推诿 否则 重罪难免 大人 大人 原来如此 我怎么觉得这么奇怪呢 原来是让我们去鱼妖送死 我这就去宰了那两只警狗 不急 留着他们还有用呢 韩大哥 那你说咱们怎么办 难不成真去鱼妖 当然不能去 我前些日子听说 前去鱼妖树边的树族们 就是因为误了期限 被亲人砍掉了脑袋 前几天 有几个沛县的兄弟 跑到我家来 讨水喝 我见他们破衣烂衫 神色慌张 我就问他们何故 后来才知道 他们是沛县的树族 因其屯长 刘邦仁义 不忍心坑害兄弟们 所以就冒死放了他们 自己也躲了起来 至今尚未回家 那咱们就放了兄弟们 让他们逃走吧 对啊 都逃吧 逃 往哪逃啊 我们这些身无牵挂的人 是可以逃 可那些有家有口的庶民 怎么办 更何况 天下情人是一家 无处可逃 迟早还是会像别人一样 被抓回来 砍掉脑袋 汉大哥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若想活命 只有一条道理 就是反了他 反了他 反就反 反了他 对啊 反是死 不反也是死 还不如反了算了 脑袋掉了我那个吧 反了他 是啊 死了也得拉几个垫背的 对 你们有的说的对 有的说的不对 我们之所以要反 是为了生 而不是死 秦皇无道 暴虐生灵 天下人无不切齿痛恨 我们不反 自有人反 我们只要一反 天下必然群起响应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联合起来 共亢暴起 你们也会出将入相 荣华富贵 怎能轻易就死了呢 杭德哥 你说 我们怎么干 对 季武 你到战外去盯着 怎么了 都害怕了啊 杭德哥说了 如果谁不敢做 就请自回 怕什么 老子就是没想到 那秦高 说让兄弟们去过好日子 竟然是把兄弟们帮死路上干 明儿谁要是敢打退堂鼓 老子先活平了他 快 快 快 跟上 快 让 让 来 让一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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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怎么回事 不好 哎呀 大人 在睡会儿吗 不对啊 哎呀 怎么回事啊 大人 树没反了 什么 树没反了 大队人马 被牙马杆来 大人 你快走吧 韩信呢 那两个都尉呢 领头的就是韩信 他把那两个都尉都给杀了 王县卫何在 韩信带了几百人马 奔王县卫家去了 大人 大人 哎呀 大人 你快走吧 哎呀 大人 快走吧 快走 快走 快 快 快 保护大人 你们这些反贼 你们剧城谋反 斩杀 亚历 是要逐灭九族的呀 你死到临头 抬走千老爷位 兄弟们如果怕死的话 就不会反了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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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你 杀了他 潘大哥 这些老狗 害民无数 是恶不赦 不杀他 留着有什么用 他做的事情 我都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 还有需要他的地方 再留他一命 把他押进去 快呀 起来 走 起来 走 阿信 兄弟 杀龙 你带所有兄弟 到城外暂闭 留几个 意高胆大的兄弟 跟着我 韩大哥 这 怎么回事 这会儿来不及说 听我命令行事 快 绿马头 你带几个兄弟 跟着韩大哥 走 走 一起来点 跟我走 这 这 困兵啊 这 这 抓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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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人 兄弟们都不想去送死 更不想死在你们手上 所以我们一起反了 有句话叫 好死不如赖活着 不知陈大人 是想活呢 还是想死 好爱饶命 好爱饶命啊 既然你想活 就照我说的去办 若有不从 你这颗脑袋就不保了 是是是是 一切按浩瀚的吩咐去办 韩大哥 韩大哥 怎么了 王贵带着官兵来了 我们怎么办 大家别慌 我们带着陈大人 去见王大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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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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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杀了这帮反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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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给我住手 都住手 你们都瞎了狗眼了吗 没看见本县在他们手里 都退下 退下 韩信 本馆没有看错你 你早已心存已至 可恨早就没有把你宰了 你这禽狗 残虐百姓杀我母亲 我跟你不共戴天 只可恨 今天让你逃过一死 哈哈哈哈 本馆命自天地 岂能是你的毛贼奈何得了的 我劝你趁早回头 免得受千刀加身之苦 王贤位 本县在此 你不肯胡来呀 王贤位 你不肯胡来啊 大人 不杀了几伙反贼 才能救您呢 你以为他们会放过您吗 兄弟们 给我上 我看你们谁敢 你错了 我怎么可能杀县令大人呢 杀了县令大人 朝廷又怎么知道你才是贼呢 你 你说什么 你别忘了 我这个团长还是拜你所赐 就算杀了县令大人也无济于事 因为当时县令们都在堂上 谁能不知 我劝你还是听县令大人的话 或许还能包容你一个 大逆之罪 王贵 你听见了吗 还不快快退下 退下 把兵器都放下 把兵器放下 放下 站住 别追了 且让他多活几日 大家都回去 回去 走吧 走 那陈舍已经发展到数万之众 以我们区区几千官兵 如何抵挡得住我 听说陈舍已在陈县称王 陈县距此不过三百余里 下一步就该我们配线了 大人 赶快防守吧 贼人势大 如何防得住我 大人 合不到怀音去搬请救兵 我刚封闻 怀音也有人返了 怀音县城已落入反贼之手啊 萧和 你素有主见 以今日之事 你以为本县应该如何是好啊 大人 陈舍人多势众 其风正锐 若仅凭城中的三千官兵 要想抵挡 不宜于是以洋驱虎啊 小丽以为 眼下要尽快招募那些 四处逃亡的数族和囚徒 以暴制暴 总是唯一之法 事已至此 也只能冒险一事了 可是 那些数族囚徒 又何能听命于我呢 大人 有一人可解大人之忧 哦 谁 原四水亭长 刘邦 刘邦 嗯 他不是也为罪再逃吗 正因如此 方可当辞大任 这刘邦为人仗义 结交甚广 那些逃亡途众都信服于他 如大人能恕他之罪 另起招募那些逃亡之人 镇守佩谢 这刘邦必然感恩戴德 拼死而报销大人 那大人 岂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周伯所言甚是 伯爷久闻刘邦的大名 知其有勇有谋 豪侠仗义 受人称道 大人若将此人召回 又何惧陈设贼众啊 那就 以此办理 但临大人结断 可是 如何才能召他回来呢 我听说 他的妻子儿女也都逃了 大人 这又何难 那土国的梵快 与他乃是连金 必知其下落 大人 何不令梵快找他回来 也罢 周伯 你快去带凡快来见本县 诺 我去带凡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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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汉 汉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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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你所料 陈设反啊 周边各军县也有所反派 好 如此一来 我们就不顾虑了 让兄弟们加紧操练 好 弟兄们 咱们周边各县 也都有所反叛 所以我们呢 从此不再孤立了 我们一定要加紧操练 好好 引狼入室啊 此话怎讲 大人 小丽素质刘邦其人 她可不是巡礼守法之辈 民间传言 她是赤龙将士 说其母梦见赤龙附身 所以生下了她 又传她在逃亡途中 遇到白蛇拦路 众逃奴皆绕道而走 为她不拒 拔剑斩之 这些传言虽不可信 也不可不信 那陈设反时 不也是假托天命神兽 方蛊惑了那些贼众 欣然相从吗 大人 另外 这房块又岂是一语之位 你看她虎背熊腰面目凶悍 视之则令人胆寒 如果让此二人一招得势 岂不是杨虎一患 自招其祸 事已至此 如之奈何呀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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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羊补牢 尤为未晚 小丽知道 萧和周伯等人 与刘邦反快相交甚厚 过从甚命 也许他们之间 原本就是沆瀣一气 大人只要将此二人拘押 就不怕刘邦反快谋反 正所谓 投鼠记记事也 如此甚好 刘姬的身边 聚集了两千余众 都是些亡命之徒 其实那些官兵可比 到时候 曹参和周昌 再把牢中的囚徒放出来 理应外合 即可一举拿下县城 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此密谋造反 原来是曹参和周昌啊 请 老李的囚徒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先生尽可放心 我和周昌平日可没闲着 早把那帮家伙调理得服服帖帖的 嗯 如此就好 我估摸着梵快的马快 刘姬的人马 三天即可抵达沛县 各位兄弟 要提前做好准备 先生放心 我早已将家财 聚到了一处 专等起事之后 冲作军饷之用 县令大人 请萧大人和周大人 到衙门议事 深经半夜的 县令大人 有何急事要议啊 这个 小的不知 大人只是分布小的 叫二位大人速到衙门 不得耽搁 好了 你先回吧 我换好衣服就来 诺 县令大人 延延召见先生和周兄 有何急事 这徐谦 还不愚钝 到底还是误过来了 你是说 他是想诱我们进衙 然后一举擒之 正是如此 只可惜 他性子太急了 不该在这个时候 叫我们进衙 倘若到了明天 我们还真是无法脱身 难怪我刚才和周昌来时 看着县尉带着一对官兵 行色匆忙 原来是冲了先生和周兄去的 我现在就回牢里 把兄弟们都放出来 反了他 不可 一定要等到刘继的人马 到了以后方可动手 否则将功亏一篑 现在 他只察觉了我和周朴 对你们三个 并未提防 你们当可行若无事 解释 一技行动 那 先生和周兄怎么办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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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来了 喝一下 来 来 来 跟大家 来 来 来 拿 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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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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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